大家好 在7月份 確實利淡樓市的訊息都頗多 首先是美國的加息潮 用潮來形容 其實現在是急救通貨膨脹 市無前例這麼高 上週這幾天 美國還去到九 實在令美國政府擔憂 全世界在疫情的郵輪下 都不知道方向是怎樣 究竟是通關 還是繼續像這樣的現狀 為此在全年這樣做 其實有部份確實 例如航空業 旅遊業 都不知道前景是怎樣去 壞消息雖然多 但始終物業市場 如果講到通貨膨脹 其實資保值抗通脹 這句話中國人很深入了解 雖然你說美國通脹這麼強勁 其實大家百物騰貴 在俄羅斯有戰士的因素下 加上中美在爭執 其實確實物價 大家都感受到 但我香港已經很感恩 很慶幸地 我們有國內比較便宜的供應 其他的歐美國家 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通脹是擔心得很厲害 你看到斯里蘭卡 都是因為通脹 令到民生產生變化 怨氣 國家管治都出了問題 我估計 香港是有不同的反應 即是不同的處境 我們有中國的因素 因為確實中國的因素 現在國內 是在做用盡方法去刺激經濟 是在做剛剛和歐美相反的 他那邊就是縮表 中國國內 現在這一刻是在舊市 在放寬很多置業的限購令 以及國家都希望 鼓勵那些 做一些貸款給物業市場 雖然壞消息有 但不是沒有好的景象 看到中原城市指數 今個星期是反彈的 彈幅都有0.46 在替道型廣幕 在三區來說都是升的 唯一跌的區分是新界西 我相信是中小型物業的代表 以及上車盤比較多的 屯門 元朗 全灣 所以小價樓 因為始終量是最多的 但價格仍未能反映到反彈 但另外一個數據也是正面的 就是我們明天的周六日的 預約體樓量 它出來的數字也是反彈 六週新高 是有513組 即是已經有六個星期 是維持在500組以下 但是去到本週 就去到513組 如果要看形勢 第一就是天氣好 其實天氣好下大雨打風 在之前幾個星期 是挺常見的 在周六日 所以天氣好是其中一因素 另外客人出來看二手雨 又看樓 一手盤沒有那麼多開售 以及沒有那麼多 還未在周六日很高峰 所以客人想置業 都是走到二手樓 其實這一段時間 如果作為二手樓業主 如果有買家有興趣 不妨讓一讓步 樓價現在兩星期升 兩星期跌 其實正在整固 正在波幅 一受到外圍的加息影響 因為加息影響還未停 估計越來越有機會 美國是很大手的加息 之前剛才講過 大家都是因為通脹 通脹猛如虎 但是香港的處境是不同 不過聯繫會這因素 我們要跟著 究竟我們要跟著多少 如果香港有條件的話 未必要跟著十足 到這一刻 P 我們按揭的利率 都未加 另外存款利率 都未加 其實香港就算加 我看都是 沒有像歐美那樣激進 用激進來形容 而且始終經濟底子不好 每個國家都要刺激經濟 加完一輪 心臟病突發 但不能每次用心臟病突發 到刺激經濟要復甦 我相信明年有機會是一個減息潮 所以大家置業是可以長遠看的 不妨有些買家趁這輪 買家是上風的 發展商開價又低 而且他都遷就買家的需要 所以大家如果有心接 可以趁這段時間 業主比較好談判 一手的發展商 推出優惠比較多 定價比較低的時候 不妨可以在這段時間 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可以收到損貨 這也是大家要留意的 無必要過分悲觀